桃園蹦球健额两贯一雅为国争光 来看桃園市三级蹦球队在国际赛表现出色 从国小国中到高中都获得佳击 市府是特别指办表扬活动 对优秀的选手与教练予以鼓励 感谢他们在场上付出的汗水欲辛劳 蹦球小将们在场上全力判驳 将属于台湾的荣耀一一打下 桃園市三级蹦球队在国际赛中战果丰硕 赢得两贯一亚的好成绩 市府特别举办表扬活动 肯定优秀选手与教练的努力 感谢市长给三级蹦球这么一个好的鼓励 其实这几年来我总是一直很感念 我们这市长这两年来 因为我们教育局长这几年来的帮忙 而且这两年的成绩特别好 尤其今年全国来讲 只有青棒青少棒跟少棒 只有我们桃園线拿到三个冠军 所以这个我也要好好感谢我们市长 感谢我们局长 也希望我们这个球连教练继续在努力 市长张善震逐一将奖项交给选手 龟山少棒从世界少棒锦标赛中荣获亚军 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 则由新民国中出征取得冠军 而日前刚结束的U18亚洲青棒锦标赛 比赛也由平正高中领军拔得头筹 成绩斐然相当不容易 这次去美国比赛拿到第二名很开心 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加油的 看到国外减少 身材也比我们好 因为队友都没有放弃 然后就打到冠军战 然后大家就很同情 然后就也拿到很好成绩 然后一路这样打上来也蛮辛苦的 也有想过要放弃 但是自己还是有 有撑住 对有撑住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成绩 然后很谢谢教过的教练 对 台湾市拥有完善的三级棒球显接制度 让选手能够尽情在球场上发挥 选手们也感谢各方的支持与栽培 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代表桃园替台湾争光